哎呦 这号行啊 这号 灵波丛 3155没打临时 破碎 十次段 破血 愤怒 武器高命中高双汗 提抿双加的武器 三双汗 戒指的话 打十段行为十 耳势的话九段 这耳势打十段肯定没问题 耳势打十段不会亏钱 戒指已经打到十段 耳势必须上十 这零势速度没有到三十 下排防御爆了 也是ok的 这零势也没问题 装备全身上下就香链 香链应该是有两个 有个大特技的应该是 咋在这号下面单挑啊 咋雪山呢 卧槽 什么鬼 我他妈惊呆了 临终鸟神马宝宝 等一下我上当厕所 怕我直接尿出来 这号水这么深呢 有马有鸟 飞马 鸟马 为马装上了翅膀 梦幻西游之第一只天马 为神马拍上翅膀 那单应该是睡假吧 应该那单是睡假刃 果然啊 这只宝宝要绝对的速度 高级敏捷加一次速度 这只宝宝用高级敏捷呢 加一次速度 然后用神马再加一次速度 神马的话是加的是10% 高级敏捷的话20% 这只宝宝增加了30% 也就是1300乘以个1.3 这只宝宝的速度 攻击出手的时候要达到1690 这只宝宝呢 是华山对三弓啊 这个就是卷到极致了啊 就是中级卷 宝宝装备呢 是带高级隐身套啊 有一点血宠的功能啊 也可以保证前几回合的生存 在对面没有感知宝宝的情况下 可以让自己的宝宝得以生存 生存完以后可以给自己的人物加速度啊 然后呢 同时 既有血宠又有宫宠啊 这只宝宝 然后在有限的出手回合内 如果出现了必杀或者连击的时候 会以120%的攻击力 再随机另外的一个攻击目标啊 这个就是极限卷 这只宝宝呢 它其实 它的作用呢 综合的定位来讲呢 首先 隐身加神马 为人物加速 保证自己三弓天花板的出手 另外的话呢 呃 这个内担碎甲刃啊 加上一点适当的力量 可以简单的打一些华山低防御队的啊 输出啊 可以破保护 挂上碎甲 降低对面防御 另外的话 临终鸟就是在有限的出手回合内啊 尽量把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因为呢 这种宝也就活了个三五回合啊 看隐身杀出美就杀出死啊 看神又杀出不神啊 他就杀出死 所以说这只宝宝呢 非常的牛逼 这只宝宝的话 仅受绝就已经是十多万了 曾经四十多万的一本神马 受绝啊 现在的话 应该是在十万内 啊 鸟的话 我没有看到价格 但是应该是在个三左右吧 应该是三加 所以说这只宝宝的话 仅受绝钱啊 就已经达到了差不多要十三左右 然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临终鸟需要满足最几个基本的技能 必杀 连击 夜战啊 偷袭 他甚至这只宝宝连吸血都没有啊 这只宝宝连吸血都没有 然后呢 高敏是必要的 防御和招架其实换成吸血的话可以更好啊 起码刷任务的话更好嘛 啊 这只宝宝刷任务的话起飞了 真的 就他们这宝宝刷任务我好喜欢 这种宝宝宝宝速度也快啊 这种宝宝就是这个这个当时应该是比较急 因为这个资质确实是太一般了吧 资质太一般了 这样的话就浪费很多个属性点降低了这只宝宝的攻击啊 其实你可以当时弄我这样的资质 但是我这样的资质确实没有十三技能的 我这是双资吃加号 165516301.297 但是我这种资质也就是实际能 没法打鸟啊 没法打马 这样能接种很多属性点 这只宝宝就慢慢养吧 牛逼牛逼无敌无敌无敌这只宝宝 一种全新的品类吧 我见过神马 见过临终鸟 但是没见过临终鸟和神马一起的 静台妙提啊 静台妙提 这只应该是龟宿啊 高速配速啊 高速配速啊 这只 30多万啊 能配得上神马 带高级法术林鸡套 一个轮 两轮 三轮 四轮啊 这个双禁机法爆啊 这种宝宝就是全摩加点 地平一加 百分之十五 再加上百分之十六啊 第一 二回合你因为你是零法 当前回合不出手 然后递减 百分之十六加百分之十五 直接是线性叠加百分之三十一啊 三十多万 一拳超人 瞬机的宝宝对面残血了啊 直接中小死亡了啊 咱们不拉虚弥啊 直接拉一只一拳超人 叠加一致 叠加进击必杀啊 然后这回合通过平坎出发 因为连击的话掉伤害 只有壁垒才能保证下回合的极限出出 下回合再用壁垒啊 就行了 顺级宝宝 工资极限 成长一点秀 三千一百九十四 没毛病 这只宝宝啊 这只宝宝的话是六万加啊 这种宝宝六万加 一个一个三公队 华山如果能用出其不意的虚弥 是真的太强了 这种宝宝能买 五只常规的完美技能虚弥 这只也是天花板了啊 又是一只鸟 这个鸟是正经的鸟 刚才那个鸟不正经 我看看技能啊 一二三四五六 六大技能全带啊 然后这个比较偏生存 呃 这只宝宝似乎 只有飞行和高毒能互相替换 这种宝宝的话大概是八万五左右啊 又是一只 哎呦我操最后 我他妈的这个号太屌了 啊 杀人力批啊 这个是全全武神团通用的 就武神团甲祖冠军 他用的服战力批杀人的 加战敌偷袭人的 也就是这样 这只叶罗萨就特别的过分啊 就是 就是知道吧 就是那种一分钱一分货 一块钱两分货 三块钱三分货 你多花了两块九毛七 提升了一点点的品质 就是为了让这个出手一下子的宝宝 增加百分之十五点伤害 疯狂的河 疯狂的打输 然后进阶110啊 然后还有一个低级防御 进阶1101400米 这只宝宝的速度是绝对一速 对面用归宿拉起来以后 你觉得他要拉 觉得他要磁航 直接用业武清城 能打他 用三个画卷的话 加出息不易的话 应该能打他2800鞋左右 肯定是藏神也救不了他啊 这只宝宝就很细节 绝对防磁航 镜台加高级隐身 归宿镜台 这个归宿镜台的话 应该再加一个 这个归宿镜台的话 应该再加一个啥呢 应该再加个宁光链铛 速度10啊 他这只宝宝中正强的地方就是速度10 你可能有比他好的防御 比他好的气血 但是你没有比他好的速度啊 他的速度 他的技能已经不需要戴任何套装了啊 十顿友 他速度是10 就绝对归宿 他这个宝宝的细节在于10 你看我的天女虽然也很好 但是我的速度21 比他高了11呢 鞋也比他高 防也比他高 特殊也比他多 但是你就是因为速度比他低了10 他最后拉 不被手势啊 翻手起来 绝对能出手 所以说他这只宝宝的细节 他不是说买不了我这样的宝宝 他就是只为了速度再能再降一点点啊 他这个挺牛逼的啊 他这只出奇不易加夜舞青城 我是第一次见啊 然后呢 神马 打鸟 我也是第一次见 真他妈顶 就是怎么说呢 给梦幻西游重新自己玩出来一个全新的品类啊